欢迎来到一期一日的一周花生趣闻,我是女子 今次试试用这个留言一种机会和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星期的花生趣闻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CLSS我的影片 什么叫CLSS就是C for comment,L for like 两个S是subscribe和share我的影片 不阻挡大家了,我们就去看花生 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铁文网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买的 包括淘宝、乐天、亚马逊这些 我相信大家都见不见了 在英国有一个铁文网坦克车都可以买 还要是三十点几港元才可以交易 其实它本来的底价是十六万多港元 最后成交价是三十二万五千元港元 但是这架的铁文网坦克车 仍然正常用途子是没有到一个组织的问题 不知道它用什么车牌去出这个行车 电单车有电单车牌 私家车有私家车牌 这个铁文网坦克车如果大家知道的计划 可以在下面留言和分享给大家知道 好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的争有关美国的输属 那美国在三层市那边一条的运航 它建了一个太阳云的电磁板 围着这个运航 它可以提供一个23GW的输属去输属 它可以为到975万个家属去到工店 这个环保其实其实都可以的 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呢 另外就有两宗都是不良好的消息 第一宗就是iPhone直接传闻 就是9月7号就够10点钟在美国发布 有消息指就是它的价钱一部份的型号 是比iPhone13还要便宜 我相信不是普及型号 而普及型号就有机会是贵了5-60美金的 另外这宗Apple的消息就是 在这支Landmower里面的Apple Store 就被人购买 不知大家对这个消息怎样看呢 大家欢迎在下面留言和分享 接下来就和大家谈一下 这叫USB-C的消息 USB联盟这方面 也最后发布了USB-4的2.0版本 由于它作用USB-4的版本 是已经去到40Gbps 而这个2.0版本 可以提升它的传输率去到80Gbps 但是好像约3.0那样的 它的名字之前是有3.0 3.1、3.2 之后改了8字 ygdang1,7.6.4 launch 这样的2.0版本 是应该怎样改 它將兩種主要的AI運算晶片 Linvidia和AMD的運算晶片 A100和H100 它是禁明的 這類的晶片是軍營級的AI運算 它有一個高強度的AI運算 其實對我們暫時來說影響不算太大 但是會不會弄一下我連其他晶片都會被打壓呢? 那就不得不知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禁明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和分享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什麼是福利呢? 5.25吋是5福利 或者是1.44米是3.5吋福利 或者是CDND還記不記得呢? 那麼日本一向都被人 是一個有好先進的國家的感覺 但是他們現在很多的政府機構 私人企業都是用正方機制 來做這個儲存而解的 有點急此 他們的數碼大成 也都說 喂 這麼old school 不行了 好大成本 要淘汰了 我相信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我相信幾隻一二百手指 你都不知道要怎樣 怎麼辦呢? 都可能說 喂 例如靠好沒有? 都要直接在運端去傳給你 好過 不知道大家對日本的這個 淘汰國際的手法 怎麼看呢? 都要關注大家的下面留言 和分享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ISA 沒有自己的花點 雖然LG每一年 都會在這個ISA 裡面都有些新的花想玩 這麼遠 它就會有一個O-Lang的智能電視 它不是普通實際的電視這麼簡單 它裡面是暗藏連機的 彎直有得選 可以彎不可以直 它的彎度是可以有900個R的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COVID-19 要怎樣看呢? 講完LG的可曲的直音之後 就跟著跟大家講一下 Panixonic的55吋OLED電視 它以超輕為主 55吋螢幕 它僅以10KG的重量 並來自這個電眼去做懸掛 它懸掛在一個普通鐵架上 都已經可以了 而另外高工和前身 是叫Facebook的Data公司 合作了一個技術列會 就開發這個URL專用的智能 那不知道大家對 LG Panasonic的電視機 和高工Maker開發的URL專用智能 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和分享 來到影片最後 記得留言讚好 和把我的影片分享給大家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當我有新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大家 最後訂閱 吹吹水電腦研究所的Facebook專頁 多謝